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又来到了陈诗卫 波段雨晨 这个礼拜有好多好多的新闻发生 那我有看到馆长在讲这个 新清安这个房子这件事 我女儿是早上跟我讲说 新清安还不错可以帮助很多青年人 可是呢这个贷款问题 贷不下来真的很头痛 那第二件事的大事呢就是这个 周晋晋跟台仙间抢新光镜 到底花落谁家 大大店长你代表这个 台湾很多的股民们的新生 你最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又是降息啊 这个黑天鹅啊 股市大跌啊 债券啊 这么这么多的消息 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股市大跌吧 为什么你比较担心股市大跌 因为比较多钱放在股市啊 对啊 这不是只有大大店长 连我呢跟很多股民们 我们最多的钱是放在股市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感觉像好像经济好像很不安哦 到底有没有感觉 是这个美国呢会这个经济会衰退吗 会软着陆吗还是硬着陆 那台湾这些电子股的财报到底好不好 到底未来好不好 为什么 早上我看到一个消息说 这个景气灯号 从红灯变成黄红灯 大家不要紧张 其实这也是好事 为什么呢 黄红灯代表台湾还是很好 但是呢有很多的担心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一集呢 做这一集我问丹娜 丹娜我们丹娜有她的担心嘛 她代表大家的心声 会担心股市大跌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如何在这个乱世中我们稳稳地求生存 还是要稳稳地获利这样 有哪些事情会影响他们 我们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降息 这个降息这一件事情呢 很多人一直猜啦 那个鲍娜9月份降息的是 川普要选总统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 降息到底是怎么降比较好 丹娜店长你想怎么降比较好 慢慢的降吧 为什么你喜欢慢慢降 不要快快降 好像听说降太快的话 景气会变得不好这样子 对哦丹娜店长说对了 因为如果今天费的鲍娜 突然跟你降个两码三码 代表什么 真的是这个美国的企业快不行了 景气很衰退哦 所以呢 大家都觉得说 其实报仰还是一码一码降好 而且这样对股市也比较好嘛 表示说因为通膨已经被稳定住了 在上礼拜的影片里面 我们有讲到说 CPI现在已经来到了多少呢 2.9 如果来到2.9的话 代表说通膨已经被控制住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降息 大家知道吗 在很高很高的利率 企业是很难存活的啦 你怎么去创业呢 创个业励利息要5到6% 这是创不下去啊 那如果说今天是慢慢降 有持股的人也比较不会担心 那慢慢降 有债券的人反正降息 就算是慢慢降 也会一点一点 把债券的价格往上提 其实对整个这个全球的经济 也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元 是不是要要升息这件事 大家也知道嘛 我们一直提日元 一直提日元是为什么呢 因为日元还是真的黑天鹅 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盯着 这个日元是不是会升息 只要他一升息 哇股市就跌了 但是呢 目前日本也发现到说 他们只要升息 好像企业哀笑 所以呢 政府就说 他不会那么快升息了 可是 话说不会那么快升息 那谁知道他会不会升息呢 那接下来 今天有一个小教室课 要教大家 因为我发现到 丹纳店长呢 他没有 不是很了解 刚刚呢 我就想说 这一页呢 我是为丹纳店长准备的 我只要把丹纳店长交汇呢 那大家一定都懂 我相信在这里 可能很多人 对于这个美国的三大指数 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要了解 美国三大指数呢 因为了解了 美国三大指数呢 你就了解到台股 非常非常重要 好第一个呢 我们在这边看了 倒球工业指数呢 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 知名的股市指数 那到底倒球是什么呢 丹纳店长 你觉得这个 41250点 现在倒球工业指数 对你来讲 感觉像什么 像是在讲台股的指数 对 你看今天的台股 现在我们大概 两千多点嘛 那倒球工业指数呢 包含了30家的这个 纽约的 那个证交所的 30档的这个公司 还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大型公开交易公司 就有点类似像台股一样 我们有台积电啊 也有台硕四宝 也有中华电信 全部呢 都在倒球工业指数 在前一波大跌的时候 大家吓得要死 就好像跌了两层 倒球市 跟你讲 第一个回来的 又创新高 其实美国的倒球工业指数 在倒球工业指数里面 其实有麦当劳啦 可口可乐啦 大型的服饰店啊 银行这些 都在里面 那如果说它股市可以创新高 表示这些民生用品啊 衣服啊 这些消费 民生的消费用品 它其实是业绩还不错的 或者是旅游业 当然店呐 你感觉我们四周的人 感觉消费能力怎么样 还是很好啊 我觉得比以前还好耶 比在COVID的时候还好 那美国也是相同 要不然倒球工业指数 不会喔 你看前一阵子 这个直接跌了 那个两层到熊市 直接又创新高 那第二个呢 叫做纳斯达克指数 其实就是一些这个 科技股跟网际网路股 比较大型的 比如说像微软啊 或者是苹果啦 Google这些 都是比较高科技股啊 那还有网际网路的相关 就是跟网 AI相关的概念股 也都是在里面的喔 那它的今年呢 它前波段高点是 18,671 第17,754 其实大概就差个6% 就可以再创新高了 那我们看 再看另外一个叫肺半 肺半其实是跟台湾科技股 有最大最大的 这个相关联性的喔 那以这样子我们来看的话 它目前是5153点 所谓的肺城半导体的指数呢 它是追踪在美国上市的 30家半导体的表现喔 它涵盖了半导体的设计 还有一些风测 就像NVIDIA 还有AMD 波抗啊 Intel 对不对 这些呢 都叫做肺城半导体里面 就跟半导体相关 IC设计股相关 那这些相关呢 其实跟台积电 联电 立基电 这些就是日月光 这些呢 都非常相关性 所以呢 台股呢 会跟着这个肺城半导体走 我觉得它是相关性最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 肺城半导体 它在今年最高的时候是快要6000点 是5931 而它目前呢是5153 我们可以看喔 它就是大概差个15% 都没办法创新高 差15%差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台股在创新高的是24000多嘛 那现在大概22000 可以知道我们台股其实 差这个创新高 也大概有13到15%之间 是不是跟费城半导体很像呢 在你那股市的APP里面 请大家除了台股以外 还有日本的股市 一定要把这个 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 就是道琼工业指数 纳斯达克 还有费城半导体 你都要看喔 丹娜店长你觉得哪一个最强 已经回来的道琼最强 对 已经回来道琼最强 所以从这边可以知道 台湾的这些民生消费 其实也会很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喔 在所有的新闻里面都说 其实呢这个 辉达的财报公布 比美国降息呢 还让令人紧张 比美国降息还要重要 所以呢 在本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 辉达要公布财报 在前一段时间 这个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记得当打电子长 那时候打电话给我说 辉达呢 它来到了99块 我也是吓了一大跳 大家你看到辉达到99块 看你有没有心碎 有没有吓一跳 怎么会这样 会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啊 为什么呢 你就看好它就放着就对啦 你看 这就是丹达电档的这个 投资心法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我看他不管买台机 就是鸿海 就是这些 叫护国神山谷这一类的 他如果跌他也放 涨的话 觉得到他喜欢就卖掉 我真的真的是 没看到他在紧张啦 那我觉得这种的心态非常好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 就是如果你对股价高低 非常的感觉觉得 他跌一下你就吃不下饭 这个真的蛮 就劝你就是不要买个股 可能就是买ETF 就是每个月 就是定期定额的call 因为每个人个性没有对跟错 因为有的人就是 比较犯中烟型的 我觉得丹达电档 是比较苏东坡型的 就是比较乐观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辉达今晚的财报 大概会怎么样呢 我的预估是不错的 因为他目前的股价 大概在130 大家可以想 他从90几块到130几 他是跌大概两成之后 他直接跳回来三成 市场预估在第二季的营收 大概会计增11% 年增114% 这很强 就是说今年的Q2 会比去年多了两倍多 114% 那市场预期呢 第二季除了会增加 11%以外 第三季会再增加12% 第三季比第二季更好的感觉 然后年增大概有75% 这个真的很棒 感觉公司要比市场预期还多 预期第三季的EPS是0.668 第三季的毛利是75% 但是有一点 因为先前你说 GB200会delay出货 所以大家就很盯着他的什么看 库存看 但是是会有去帮大家找出来 这个林百里啊 他有自己就是有一个新闻说 这个GB200虽然延迟出货 但是需求不会变少 请大家要放心 我在上礼拜有讲到债券嘛 那债券是比较不用担心说 现在股价这么高会赔 那也很确定 就是9月份大概会降息一码嘛 那大家会讲说 债券如果降息一码 那这个债券价格会不会很大的涨幅 我是觉得不会 因为最近债券的ETF已经有在涨 就是在反映9月份这一次 所以就觉得债券很像一个避风港 然后如果你想比较稳的话 你可以债券的ETF 再加上这个高股利股息的ETF 那再加上一个台积电 那为什么是会想这么配呢 这么配我是在想说 在这么样紧张 刚才大家电脑讲说 想要是一个稳定嘛 如果你以这种配法呢 感觉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配法 当然台积电是个股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合理股价 为什么我会这么配 最近有人去预估呢 2025年的台积电呢 它的EPS大家可以来看 来到了52块 那我用一个50到52块 这是都有人预估的 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 大家说台积电明年会比 今年更好 今年大概就在40块上下 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台积电的合理股价 因为有抓出他的这个本益比 我们来看一下 从2019一直到2025 是会把每一年台积电的本益比 都放在下面 除了2022年那时候COVID的时候 台积电的这个 就是本益比来到13.31 这边是522 那一年的12月份 我跟丹达店长有做一集 台积电的本益比跌破十 要不要买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平均台积电的本益比 大概是23到29之间 因为我们把那个 差距最大拿掉 2022年拿掉 他大概是23到29之间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预估在 2024年台积电的股价呢 其实是828到1040 但是因为 EPS我是拿36到40去预估 那本益比是23到26 那2025年可以来到 1150到1352之间 那如果他今天我们看这个 今天的股价大概台积电 是959 我觉得台积电今天蛮强的 涨17块 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未来台积电在往上是很有可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ETF 那最近ETF有个大风吹啊 因为现在台湾的ETF 哇听说有900万个股民 那现在台湾的ETF 也要来到破6兆 那这个美债的ETF有2兆多 那这个高鼓励股息的ETF 也来到了3兆多 那巴菲特有说过一句话吗 这个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所以今天选出一些ETF冠军组 那我的第一名我真的要 配给这个丹达店长最爱这个00878 丹达店长说好开心就是 他怎么觉得他ETF多了1万块 按张述之后一样 第一名颁给他是因为 第一个他历史悠久嘛 那他其实也已经四五年 很稳定配息 而且我觉得他最近配的又比以前更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00878这张图来看 你看他以前 我记得丹达店长你刚开始买的时候 他配0.27一季嘛 好像欸 对啊 0.27嘛 大家知道吗 现在一季配0.55欸 因为我本来预估那个张述是可以 一个月有1万块嘛 那现在变成 就变成1万多这样子啊 因为他从2020年刚开始 去他第一次配就有0.05 后来你看00878 2021是配0.28 又有0.3 那2023是配0.27 一直到0.35 0.4 0.51 到0.55 我觉得他后来越配越多是因为 像00929有一些后来越配的这些 所以他赶快也把自己配多一点 我觉得第二名我也觉得0056很棒啊 0056现在积配1.07欸 他现在鼓励鼓息也超高的 我觉得好像大家配很多 那这些很机优的老的 这个好的ETF呢 也就慢慢配多了 那第三就是给00929 因为他真的每一季都配很好 你看0.2 就算整个大盘跌下来就是 很多担忧 他还是坚持的配0.18 那这三档其实这个 殖利率都有8到10%至少 给大家稳稳的就是都没有变 我觉得真的是颁奖给这三个 另外两名呢 我是颁给这个债券ETF 因为在整个台湾股市将近 6兆的ETF的资金里面 有大概2兆多其实是债券 那会有这么多人最近一直买债券 是因为要降息了 也比较稳嘛 就是稳稳的拿息 那稳稳的这个债券的价格 慢慢提高呢 又对大家都会受益 这个元大美在20年呢 001679B呢 给他冠军 主要是因为呢 你看他今年 在债券这边还是有获利的 很多人说 好像债券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获利 其实买他 除了6.3%的获利 因为他每一年的殖利率大概是4% 所以加起来今年也有10% 但是我觉得今年会更多啦 因为还会继续降息 今天不知道降级码嘛 另外一档是00937B 一年的殖利率也大概有4%多 所以大家可以买一些 美债试试看喔 这个债券加上高股利股息 ETF跟台积电这样并在一起 其实是可以互相搭配 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的一个资产配置喔 大家店长你听完这个你有什么感觉呢 稳定中求获利 稳定中求获利 这也是我的心声 也是大家所有的心声 我们希望这一集的投资方式呢 是让大家在 接下来因为股市很高的嘛 我们可以在稳定中求获利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喔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按赞订阅跟分享喔 爱你 拜拜 拜拜